我刚刚就跟大家讲 这两份文件里面有个讯息太大 所以我们单独拆出一张 就是人民币结算 意思也是去美元 这个是在刚刚那个里面 我们看到两个总统的经济对接 七年大计划重点方向 里面就有这一个 有没有 这个要加速人民币的结算 当然我们看到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使用人民币的结算 比方说俄罗斯宣布 有没有重新调整外汇的配置 欧元的储备清空清仓了不要 人民币作为唯一的外汇储备 刚刚我们的网友很激动 一开始聊天室里面就说 怎么可能吗 人民币超越美元 看完再说了 在某一个部分 某一个moment 某一个地方 它确实超越了美元 没有说全球 你讲的是对的 把节目看完 按个赞 加会员 好来 还有这个巴西也是 巴西总统最近要到北京去访问 最近讲了很多很多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过两天要讨论这一题 二月中国人民银行 跟巴西国家银行 签署了备忘录 建立人民币结算的中心 未来会大量使用人民币结算 凡事有仇于中国大陆 绕不开这个 本币结算 人民币结算去美元 伊朗也是 对不对 也跟中国大陆讨论了本币结算 这个沙一 沙一之间的复交 中国大陆有功 这点怎么能不挺 所以伊朗的经济部长 中医贸易当中 人民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石油被运到中国大陆 已经到2600多万顿了 人民币是个交易当中 主要的通用货币 伊朗不意外 巴西不意外 俄罗斯不意外 伊拉克也不会意外 在22号的时候 伊拉克央行说什么 伊拉克央行 首次允许跟中国贸易 直接用人民币结算 用这个来改善 他们的外汇储备 看到没有 进一步标明 一些中东国家 正在远离美元 不但人民币结算 而且结论扩大到远离美元 还有沙烏地阿拉伯 有没有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 就宣布 这个石油出口中 接受美元以外的替代货币 等等跨境使用人民币的计算 我们看到是各项数字 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但是看到增幅就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然后那个网友有点激动的 在这里有没有 3月6号羞腾腾的 俄罗斯生意人报导 从莫斯科交易所的数据来看 今年2月份 今年2月份最新的数字 人民币有史以来超越了美元 有没有在这里 有资料有所本 不是凭空捏造 我就跟你讲 不要急 在这个moment 在这个地方 确实是如此 它就是一个破口 一个背景 当然它有这个时代的背景 有新闻的背景 但确实发生了 过去没有发生 现在发生了 不是吗 在这里 这是一个刚开始 所以我们没有讲错 节目要看完 这个交易所 排名第一的货币 成为交易所 本来排名第一的美元 现在就几下宝座了 几下宝座 所以我问一下 这个韩冰 我们看到这个去美元 这个人民币超越 人民币结算 或本币结算 有些不只是用人民币 像这个印度 也要用他们的本币 这个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 但在这一次 这个习普会面之后 签下了这些声明 发表了声明之后 这个速度是不是会再加速 你怎么看待 人民币结算跟去美元 因为过去是 大家全世界都有美元主导 那这些国家 虽然不是非常情愿 但是也被迫使用美元 那使用美元也有好处 就是因为它很稳定 可是最近新冠疫情 这两年 美国不断的QE之后 已经把整个世界金融秩序 搞得大乱 那我再用你这个第一个 很危险 那第二个 你美国现在一直利用 你美元的优势 不断在制裁我们 我们有机会脱离 当然你就脱离了 那对俄罗斯跟中国来讲 本来他们的进程 不至于这么快 但现在你美国 逼着他们加速 要往这个方向走 那他们当然 现在自己能 两国之间互相交易 我们就开始 用人民币结算 或是用本币结算 那接下来 这边 俄国跟中国大陆 一旦进展顺利之后 它马上会扩展到金钻国家 那甚至把印度 甚至中东这些国家 都会南跨进来 那慢慢慢慢的 就会往向美元脱钩 进一大步 所以我觉得这是 中国大陆一个 长远的计划 当然这只是一个 开端而已 只是他们也知道 这个长远计划 不是那么好执行 虽然他们定下来的 期限是2030年 那要怎么样 确保这个计划执行 显然 因为习近平 这次有讲一个很重要 他说 我知道你明年 要竞选总统 对 没错 所以他们两个 正在互相期许 2030年他们两个还是老大 你知道就是这个意思 才能够确保这一次 他们两个共同声明 能够获得彻底实践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个整个态势 没有变的话 未来这七年 显然是一个 美元脱钩潮会出现 也就是大家会 快速往这边移动 因为现在不是只有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或者金钻国家想要脱离 欧盟其实也很想脱离 因为欧盟也快要受不了 他们这一波也被美国拖得很惨 所以我个人认为 可能一个后美元化时代 也就是一个国际货币多元化时代 真的已经快要来临 对 这个人民币结算 本币结算 其中这个重中之重 当然是这个能源 它的金额都很大 我让凯翔这个讲一下 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之后 两国贸易额 当然第一个就创下历史记录 中国现在被靠背 关系不封顶 能源部分 俄罗斯现在超越了沙国 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 最大的 但当然俄罗斯是降价求售了 现在这个很多人跟他买 印度之前就买了好多 对不对 然后这个德国民进周刊 就开个玩笑 俄国成为中国的折扣加油站 大家去加油的时候 找哪里有折扣 折扣就在这里 整个俄罗斯都是中国大陆的折扣 其实刚刚旁边一哥讲的是一个 近期的状况 但其实从长期的状况来讲 现在很多其实 这个国际经济的理论 或是政治的理论专家都在讲说 其实这个世界即将又要脱离 美国单极霸权的那个时代 他可能又要回到一个 多极的时代里面去了 那美国之所以 有这样的单极霸权 他来自哪两个 就两个支柱 一个就是美元 一个就是美军 全世界驻扎的美军 提供了美国对很多国家 政府的实质影响力 然后影响他政治的权利 影响他这个国家的实力 然后这样子对政治的影响力 就迫使这些国家 在金融上面要必须要使用美元 不管用美元结算 或是用美元来进行贸易 然后美元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 再去供养美国 去在全世界部署这么多的美军 它是一个循环 它是一个循环 让美国能够控制全世界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当然从中得到实质利益 但是很多国家并没有得到利益 包括政治上面我不想要再用美元结算了 因为我的经济利益可能受制于其他国家 又或是我不想给美军驻军了 这些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 那过这样子的一个单极霸权 现在逐渐因为人民币的崛起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像刚刚韩兵哥讲的 也许他们原本的进程没有这么快 但是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之后 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更多国家看到的是 不管俄罗斯怎么样 就是反过来 这是反西方的观点 俄罗斯怎么样想要融入西方世界 但当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跟你翻脸的时候 你的所有的什么瑞士银行 什么什么之类的 也都不算了 这要没收你资产 其实最近在网路上 我看到一个段子蛮有意思的 就是普丁在2019年的时候 曾经接受过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 然后就有记者问他说 那时候才2019年 就问他说 你跟中国这么好 一天当然在中国这边压宝 你有没有担心自己把鸡蛋 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面 然后普丁就回他说 可是西方世界没有给我任何篮子 没有给我很多篮子来放鸡蛋 对这是确实没错的 而且在战争爆发之后 原本放在那个篮子里面 少了鸡蛋 就直接给你收走了 收走了 然后现在我看到这个 有很多朋友在隐身这个段子 就想说 现在你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把鸡蛋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面 有机会鸡蛋敷小鸡出来 鸡蛋会长大 但是你放在美元这里的话 就像丢进沙盒里面 出来之后变什么不知道 刚好凯翔讲到了重点 我觉得这个篮子梗好有意思 我都没看到 海黄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享有折扣哦